郭總監獄說 欠償不為大陸的威脅 這句話目前還算數嗎 一個問題惹怒郭台銘 但看看近期自己追著跑的韓國瑜 這礙語包容 郭台銘恐怕學不來 你要學學衷 我現在自己真的會搞笑 不要讓你的理性 你要追著本心 一個小男生 又是全校第一名畢業的 在我的面前把他心裡面 話講出來 我非常尊重 學生上台表達意見 反被韓國瑜讚勇敢 連女學生秀出做好 做滿紙牌開酸 韓國瑜依舊笑笑包容 就連這樣的影片 沒想到韓國瑜下一題 竟然是問陳其邁 高雄怎麼會爆發登革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來 他還暴霸 一字一句和韓國瑜口語 完全不符合 親綠媒體黑韓過頭 韓市長依舊耐著性子 那我覺得有心的媒體 也要把它擴大扭曲 我覺得那一點意義都沒有 同樣面對媒體 一邊被黑展現氣度 另一頭光頻繁提問 展現的確實暴怒 小心小心小心 你這個薪水 你的薪涼 謝謝謝謝 對我不友善的媒體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說實在的 我都是盡可能用比較寬闊的心胸來看待 似乎就是適應不良 郭台銘總態必漏 再怎麼裝清明 兩人放在一起 高下立判 這種方式啊 這個面對提問的媒體或記者 不只沒了高度也失了格局 一根手指頭戳壞了 他整個這長期 這一段時間以來 他在媒體前面包裝的形象 那我覺得就是說 可能過去郭董 他還是大老闆的那種心態 沒有調適過來 韓市長氣度當然就是會比較好 像他面對很多媒體 也是對他不友善 然後他也都是客客氣氣 遇到不合一的事 秒動怒 想選總統踏政界 民主社會監督這關 無視第四拳的郭台銘空一卡關 記得黃江耀李一璇 台北報導